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3月6号星期三 孟晚舟在今天出席了她的首次的法庭引渡听证会 在今天实际上就算是一个小庭 我之前讲过就是说小庭和大庭的区别 小庭就是大家见个面确认一下大庭的时间 然后互相算是认识一下 就是说知道被告是谁 检方律师是谁 被告的律师是谁 法官是谁 大家一起见个面 然后都确认一下没有问题了 然后定一个真正的大庭日期 今天就是定了一个大庭日期 大庭日期定到了5月8号 2019年的5月8号 是真正的首次的法庭引渡听证会 在大庭开庭之前 检方和控方就已经可以开始交换成堂的材料了 今天等于就是说没有什么结果 但是实际上是有的 如果你对美国和加拿大司法体制有一定了解的话 其实从这里边能够推导出很多东西来 首先我要说 建了小庭之后 到约大庭的话 各个法官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法官 法官不是我天天坐在这就等着审理孟晚舟这一个案件 我法官有很多案件要审理 通常就会一个挪一个 就是把这个排好 对吧 比如说你孟晚舟约到了5月8号 那么我明天如果建一个小庭的话 我可能再约一个约到5月9号 那么一个挪一个 那么假如5月8号的时候 比如说孟晚舟 比如说他不是说他气管好像呼吸有问题 然后做过手术吗 是不是 假如说他5月8号 比如说救病复发了 又要送医院做手术 不能来开庭的话 那么5月8号这个庭就等于取消了 就延庭 就延期 那这一延期延多久呢 实际上你从这次小庭到大庭之间的时间 你基本上就知道了 那不同的法官不一样 那么延庭有很多种 一种比如说孟晚舟出现了 比如说急症要送医院做手术 那被告不能出席 对不对 那叫延庭 还有就是法官 比如说法官 比如说蓝远延犯了 要去做手术 在医院了 法官来不了 那也要延庭 反正延庭有各种问题 那么以前我知道最扯的就是12年 纽约刮的什么三离飓风 然后下边整个停电了 那么就在停电期间 所有的法庭全部都往后延 那么当时我听说最惨的一个一延庭延到4年 至于就是说建了小庭到大庭之间的时间 根据各个法官不一样 一些老法官的案件比较多的 我刚才我就说了 最夸张的有一延就延4年的 比较少的 一般来讲 最少的我听说过的就是一个月 就是小庭完了到大庭就一个月 这是最快的 所以从一个月到4年 是我的认知里边 我知道的区间 有没有比这更长 或比这更短的 那就不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了 但通常是这样 孟晚舟两个月来讲 我认为已经其实算是比较快的了 因为最快可能也就是一个月 两个月已经算是非常快了 可能也是加拿大就希望这个事能有一个 能快点有个了断 是吧 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来说为什么 通常是这样子 从小庭到大庭的时间 就是后面延庭的时间 不会说小庭到大庭 就等了两个月 然后你5月8号 比如说孟晚舟有事来不了的话 一延庭延个4年 这不可能 差不多也是两个月 就说明这个法官 就是说这个法官的话 你只要提前两个月约就能约到 你明白吗 这不是一个特别忙的一个法官 有的法官 如果你小庭到大庭 你约了一年 那么你延庭差不多也一年 因为这个法官一约就要约一年以后 他未来一年的时间表都排满了 从这来讲就可以推导出来 孟晚舟每一次有各种旅游的延庭 差不多都在两个月上下这么一个时间 不会比短太多 也不会比长太多 那么从此能够推导出什么来 你看我讲我逻辑推导的过程 你们可以跟着我这思路走一下 我 当然我不见得对 但是我最少我把我分析事情的过程讲出来 孟晚舟在保释的时候 是连开了三庭 但保释的时候 连三庭 基本上是连着隔了一天就一庭 隔了一天就一庭 但是中间是赶上一个周末 所以从星期五跨度到星期一去的 连三庭之后 最后法官决定了孟晚舟可以保释 从此你就可以看出来 孟晚舟法庭引渡的听证会 差不多也要在两庭到三庭 那么正常来讲 5月8号第一次 那么下一次就应该在6月8号 就应该在7月8号 两个月之后 那么第三次就真正有结果的那一次 差不多应该在9月份 那你说为什么一次解决不了 我推荐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没有看到 郭国安 就郭宝胜和郭文贵 他们这个案件 就那个听证 因为你来了之后 孟晚舟可以邀请翻译 那么律师会问他一个问题 然后翻译翻译过来 然后孟晚舟听完之后 再回答 再拿中文回答 翻译再翻译过去 然后再有法庭的记录等等的 就这样子 一次问询 来来回回的 可能这一个人就要拖两三个小时 就跟玩一样 那么这个人问一下 那个人问一下 再叫几个证人 这一拖 这一天就过去了 这一天过去之后 下一次开庭 可能差不多就一两个月之后了 所以就正常来讲 一点变数都不出的情况下 这个案子 我看要有结果 也差不多应该在半年之后 也就是说 5月 7月 9月 到9月份 才能有结果 这是一个正常推导 但是这里边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 从被告这来讲 他实际上可以有一次申请延庭 就是说什么意思 比如说刚刚说的 孟晚舟做手术了 做手术来不了 那么是可以有一次延庭 但是一般来讲不会给你第二次 如果第二次你又做手术 那么就会缺席审怕了 那就给你怕了 有一次你有特殊情况不来 这个法庭可以理解 但你不能老不来 对吧 你们天天不来 案子没法打了 可以有一次 正常来讲 孟晚舟可以说去医院了 看病了 比如说感冒了 转肺炎了 什么反正各种理由 脑震荡了 不小心洗澡 出来刷了 脑震荡了 轻微脑震 因为轻微脑震 你也说不了什么 他晚上一躺 他说我晕想吐 送医院了 给你判个轻微脑震荡 这都可以拖两个月 就这样来讲 首先再拖两个月 这要拖两个月 拖到9月份 就拖到11月份去了 然后这还不算完 在整个大家互相听证的过程中 比如说 检方加大检方 出来一个证据 那么辩方 也就是说孟晚舟的代理律师 可以说你这个证据 你取得这个证据的手续 是不合法的 我们已经说了 对吧 孟晚舟的律师 已经代表孟晚舟 起诉了加拿大政府 还有加拿大的皇家骑警 就是说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在抓捕我问询的时候 你取得一些证据的时候 你并没有跟我说 我被逮捕了 你是在拿了证据之后 才说我被逮捕 那么在之前的证据 按理说 是不能够作为 法庭引渡听证会的证据的 这些证据就有问题 就是说 你取得这些证据 合法不合法 举个例子 就是辛普森案件 他血液 就是说当时 取得血液证据的时候 程序是违规的 所以血液证据 最后就不能够 作为程庄政共了 像周立波案件 周立波枪和毒 因为警察在取得 他枪和毒的时候 没有征得周立波 当然周立波这么说 最后枪和毒 不能作为证据的话 等于他就没有了 就光剩下一个 就是说一个交通违规了 交通违规的罚单 就没事了 就回家了 所以孟晚舟的问题 就在这儿 就是说你能不能证明 你取得的这些证据 是合法的 如果不能够 证明这些证据是合法 这些证据如果不能够 在法庭的引渡听证会上 当证据的话 那搞不好 当庭就释放了 你知道吧 但是我认为 加拿大的 皇家骑警 和加拿大政府 在取得这些证据的时候 我认为是合法的 因为海关 是有足够的理由 来审问你这些证据 这没有问题 这是合法取得的证据 孟晚舟的律师知道 她知道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为了拖 我已经说了 对吧 其实就是说 孟晚舟现在 他们华为人家不差钱 我就拖 我可以以此 先打程序正义的这种 在这儿先跟你纠结 这儿我能跟你拖很久 所以 这个能拖多久 咱们说 最少也拖你两个月 对不对 所以你这么一算 就正常的话 应该是六个月 孟晚舟有一次 比如说一个脑震荡 或者三线炎 或者什么水豆犯了 或者小孩麻痹犯了 反正甭怎么着 找个借口 用再拖两个月 然后再加上 程序正义再拖两个月 这么一加 差不多这一年 今年就过去了 所以今年过去了之后 当然了 还有我上次也讲过了 在法庭决定 是否引渡 对孟晚舟引渡之后 加拿大联邦司法部长 还要决定是否引渡 所以就说我比较 咱们就保守估计 最快最快 也要在今年年底的12月份 法庭这会儿 法官这会儿 才能有一个结果 然后再送交司法部部长 当然说句实在的 如果今年12月之前 就有结果的话 我说句实在的 孟晚舟给律师的律师费 真的都白交了 这律师太笨了 连就说连 真的 就虽然是头一庭 头一庭拖一年 你都太短了 说句实在一个交通层 一个交通厅拖一年差不多 所以这就是我 通过今天3月6号的结果 我来推导这么一个过程 至于到了司法部部长那 然后再状告司法部长 觉得他的决定不合法 然后最后再上诉到最高法院 我的天 我觉得这么说 你如果我们听众里边 如果你今年洗得贵子的话 我觉得等你的小孩上小学的时候 基本上孟晚舟案件就会有结果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别着急 如果你现在单身 恭喜你等孟晚舟案件有结果的时候 我估计你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是不是 但是话虽这么说 但是你问我 绝不觉得孟晚舟案件会拖这么久 我觉得不会拖这么久的 因为我早就说过了 这个的结果 从第一次我就说了 孟晚舟一定会走上间谍桥 会跟中共去交换间谍 至于怎么交换 这个细节 我就不在预测了 因为我发现我在预测细节 这个方面一向有问题 但是结果 就是说肯定是这么个情况 孟晚舟最终会帮助加拿大 交换回来康明凯和Michael 所以我不认为孟晚舟这个事件会真正的把繁琐的复杂的漫长的司法程序都走完 好吧 这就是今天的法庭结果和我根据今天法庭的结果推导的一个过程 也许不一定对 不过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好 这条新闻播到这里 谢谢大家